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石头去教 这是AI产品 这实际是马斯克自己的 自己公司的自己做的机器人 他机器人 这是他自己放出来一段视频 据说原视频大概有四分钟左右 那他内容就是 马斯克自己做出来的机器人 他们在生产自己的下一代 大家听清楚 生产自己的下一代 那如果他生产自己下一代的话 那就变成了有思考的问题 对吧 因为他要装东西 他要组装东西吧 那在他组装的过程当中 他会不一定顺利的 真的不一定顺利 那人说那是模具 那都是那个程序都设好的 那不是问题 每个人都是很好的程序 一定会有披露的 所以这里面就牵扯到机器人的思考问题 对吧 机器人思考问题 就是在他的 我们跟大家解释过 我们跟大家解释过 Chart GPT 最PGT GPT 最可怕的地方就是 他可以积累 看到他有关AI的一个讨论 结果他就放出这段视频 这段视频他在讲述着说 那我马斯科 我马斯科在AI的系统当中 是最领先的 我做的东西是最智慧的 这个东西呢 就是它是一种大爆炸的概念 这种大爆炸的概念 在我眼睛里 在我个人眼睛里 是人类在真正的失去自我 就是 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 玩活者必自分 因为当一旦机器人 一旦机器人产生思想之后 他们的协调的一切 对不起 就现在机器人协调的一切 是被设定的 对不对 当被设定 十个机器人被设定之后 当十个机器人 每一个机器人 他可以掌控着一亿人的思想 那就十亿人的思想 在他们的集合下 促成一个完整的思想 也就十亿人的思想的 大数据的集合 十亿人思想 大数据的集合 他在激活之后 他产生新的思想的话 没有任何人能战胜他 没有任何人能识破他 就是他转一圈回来了 控制这十亿人 人们就会如罪如慈的 把他奉为神明 去供奉他 人说你干嘛说十亿 那今天大的宗教能影响多少 天主教 基督教 这教那教 你能影响多少 就这个数字来 二十亿就不错了 十亿 所以这个时候 完全就不一样 当有十亿的人 被这样再生出来的思想 所左右着 灌输着你的三观的一切的时候 是不是人就没了 因为你完全失去了独立性 这个东西就像 这十亿人就像我们说的 麦当劳里那个 Big Mag似的 对不对 那Big Mag每个都不一样 而Big Mag全都一样 就人就成为了 真正成为了工业产品 真的是工业产品 所以介绍朋友去看云图那个电影 那个云那个电影 2005年的 就讲了今天 我投个砍电影 我砍了 我不知道能不能找出来 放这节目下的 因为原来砍过很多电影 就是完全 其实是这个目的 完全是这个故事 那在云图电影 讲到第四轮回的时候 就是今天的首尔 就是今天的桑桑 它故事就一样 其实跟黑客帝国 完全有的一比 那黑客帝国 完全有的一比 那那些 机器人士的生物 那对于真正的人来讲 它的威胁是可怕的 因为它的凝合力 那唯一能够战胜它的 是超然的 你看里面就是 那个老太太 其实他是一个 有功能的人 他的功能跟他的灵性 是在另外空间 而黑客帝国到最后 他也就转成了另外空间 就是每一层空间之间 发生了搏杀 所以那就是 人类社会变坏了 我们这么讲 咱就举个 咱举例子 说金木水河土日月 促成了人的一切 我们看到的故事 那如果金木水河土 也坏了 他说日月也坏了 那他去塑造人的时候 那么越来越坏了 那金木水河土日月 再往上 那可能就是 黄道十二宫也坏了 再往上赤道黄道加起来 二十八星宿也坏了 它是这么坏了 组成这么一个东西 那人做 我讲的意思就是一圈一圈 就是人人这么坏下去呢 就是我们昨天 涛哥叫风声杂谈里讲的达基 那时候人的魂魄就是人造 就是是机器造的 都不是人造 他肯定不会给你人造 肯定不会人造 因为AI产品绝不相信人 一定是背叛人 AI产品是人造出来 他是完全反神性的 那他自然就可以在他的知识 在他这种能力的积累中 他完全可以意识到 人是神造 你问问差GPT 你看他怎么回答 他一定是反神的 我没玩过 我从来没动过 他一定是反神的 一定让教书你科学 你要相信科学 而不要相信那些 根本玄乎又玄的 神棍似的 肯定他那么讲 这是人自我毁灭的标志 非常可怕 那另外一个视频 这是在台湾 大概是在台湾吧 可能是 他小 骑自身吃的 他可以骑自身车 他可以跟旁边人打招呼 他可以骑自身车 可以刹车 他没有刹车 他只能把脚放下来 他只能把脚放下来 那如果他可以这么做 他可以应对周边的一切的话 那有十个这样的东西 在共同在讨论路况的问题的时候 那就是产生思想的过程 那他就是 他现在只是骑自身车 如果十个二十个一百个 当他在骑自身车过程中 他该分析路况了 就是什么样的道路 适合我 肯定可以 这是一个自然的联想问题 这是他的利益关系 对不对 这是他的利益关系 他的一切 他的利益关系 人造这些东西 不都是为了求得方便吗 那方便 他自然就会更深的考虑了 那人考虑不到的基点 不就可以被他考虑了吗 马斯克 这是马斯克在昨天的一期节目中讲的 那我没有在推特上没有看到 他在一个电视节目中接受采访时 他说我感到 人工智能让我感到极其紧张 那这个的上面这个呢 就是我们刚才放的第一个视频 因为他有音乐嘛 里面有马斯克的一点点话 不是很多 马斯克将他的公司描绘成是 现实世界中人工智能的主管 全球主管 最发达 但是呢 他呼吁进行严格的监管 他感到压力 他不是感到压力 他感到害怕了 他感到恐惧了 在昨天在德州 他向投资者发表演讲 介绍了他相应运行的东西 然后他就介绍了特斯拉的 叫类人类机器人的专案的新状况 向观众展示了这段影片 而这一段机器人是 这影片是在组装自己同类的人 他的可怕之处就是在这 那他自己可以做到 就是马斯克的主导下 他的公司可以做到这份上 那他就知道害怕 我想说的是这意思 他说我们现实 我们是当今世界最领先的人工智能公司 他可以解决现实世界的人工智能 没有任何人能够超过特斯拉的 那而这个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 是来自于这个自动驾驶 是汽车就是轮子上的机器人 所以我们就改一下就是了 他但是当被问到说生成性人工智能 如何帮助你制造汽车的时候 他就他就害怕 就是他刚才展示的就是说 机器人在造自己一个 所以以后不用人造了 机器人在造自己 当机器人在造自己的时候 四五个机器人在创造新的一代的机器人的时候 如果他改装的话是可以的 肯定可以 如果他改装不可以的话 那机器人如何可以下围棋 琴棋书画的棋是围棋 中国人讲 对吧 当他可以下围棋的时候 361个点 他可以下围棋的时候 他就需要思考 因为对方那个人是活人了 那他这个人要去透视那个人的思考 对不对 人们的思考任何一盘棋 人家怎么复盘的时候 这世界上都不曾下过 就是每一盘围棋都是全新的 他不是简单的重复 不是麦当劳 那那个机器人怎么去思考 所以道理在这儿 那他他感到害怕 他同样是这样 他说非常悲观 他说这只能是一种叫神经式的这种可怕东西 根据要求生成内容 从影像到工业设计 然后他他明确讲说 特斯拉近期不会用 不会使用的 在演算法可以制造更好的汽车的时候 我们中没有人会工作 我们只剩下冷静下来 然后他说 他感到非常可怕 他自己走到这一面 他自己是火星人 他火星人的基点 他不会像人这么肉欲的贪婪 但绝不妨碍他去繁衍人类 所以他孩子很多 但孩子很多 你说要给马斯克制造绯闻 不可能 马斯克不可能制造绯闻 你女人你随便去怎么招他 没关系 他不会让你做出来 让你听起来就像 我们听到那些绯闻的故事 对吧 咬一口试一口 他肯定不是 所以这就是说 他绝不去阻碍自己生多少孩子 但是他绝不会制造出 被别人诱惑的制造 所以我记不住诱惑了 有一个算一个 不信你们就是 他生命基点不同 所以他珍惜人 他认为人很珍贵 所以他可以拼命造海 拼命造海 但是呢 他痛 他斥责那些 滥交胡来的 他觉得 因为他不这么讲 他的欲望 色欲的概念 对他是弱化 但他可以任意条款 但你想透过这东西占有他 肯定有难度 我可没说 完全说没有可能啊 终归他是人 但肯定有难度 所以他就会在 在自己完全的机器人造的 完全可以造到这份上的时候 他害怕了 他害怕 他同样是珍惜我们每一个人的肉身来 偏偏人自己 现在呼噜巴度人自己不珍惜 他知道如果这么造来的 他所期待的人的生命没了 被他也 他也知道被他会毁掉 他不动了 他珍惜生命 他珍惜人类的生命 我认为我们需要某种监管机构 来监督人工智能的发展 确保公司 确保他在公共利益范围之内运作 这是个太危险的技术 我担心 我担心 我可能已经做了一些事情 加速了他 就是他办了一件非常坏的事情 长期以来 担心人工智能可能会疯狂起来 从而结束人类文明 他说虽然利益上重大好处 但是呢 这东西让我太紧张了 他知道自己已经做了 可以毁灭 足以可以毁灭人类的事情 而与他的意愿是相反 当他是火星人的时候 那他真的是在火星人的角度去看的时候 他知道他动了不该动的东西 但为时已晚 所以反过来 我坚持认为啊 如果在西方的宗教里面说的弥撒亚 东方里说的弥勒 只是今天人不认识 但可不代表他不来 没来 所以这是一个交接的过程 那无论好人 无论坏人 你都会看到 对人类 人种灭绝的方向发展 反过来 真正的好人 在传述着人的珍贵 每一个自我的珍贵 他的质朴的珍贵 和自我的尊严 在灵性中的尊严 优优独播剧场